本地甲組七人足球邀請賽 紅毅在A組2比1勝海藩 升上小組第二 全場比賽充滿火藥味 譚有新報道 白色衫紅毅開賽兩分鐘 由於對方首位在禁區犯手球獲得9碼 球長做賣手勢解釋因為犯手球急 紅莊外援陳宇球粗刀射成1比0 賽前海藩兩戰全勝 而紅毅一勝1獲 在本場前 陳宇球全比香港外援譚設位 將比數改寫成2比0 那邊海藩由內隊換張證明 射球今場黑串打龍門的 鄭宇文中比數最近到1比2 可惜如下時間雙方口過多 那隻球界球精全場共出現兩紅八王 大家過了一位球員被捉 完場之後都是沒完沒了 搞到主場突竟都要出萬力 那為甚麼呢 不如看回真正比賽更好 同組六白色衫的大同 經過了三場之後 終於開鎖以6比0大勝機聯 上下半場入球成不了 其中陳建昇今場會 可以到單球隊 取得普貴的三分 機聯就三戰全敗 好門電視台記者譚佑珊